当然事前有一个国家政变 这是非洲国家苏丹25号深夜 军方发动政变突袭 解散了过渡政府 将总理软禁带往不明的地区 国际其身谴责 这两年苏丹经历过一场血腥的民主革命 现在噩梦重演 苏丹军方这次有备而来 政变第一时间切断了全苏丹的网络 现在传输的画面极为有限 消息全面中断 联合国特使和一些流出的画面 透露出苏丹军方已经朝抗议群众 实弹开枪 政变发生不到24小时 结稿为止已经知道有7人死亡 受伤的140多人 路障瞬间起火燃烧 民众起哄叫嚣 沿街马路上到处都是焚烧的轮胎或废弃物 位于非洲东北部的苏丹共和国 首都喀土木爆发大规模街头抗争 苏丹军方25号深夜突袭宣布解散过渡政府 并包围国营电视台总部 切断全国网络通讯 逮捕多名内阁官员和地方首长 苏丹总理哈姆杜克第一时间被软禁在关底 65岁的他拥有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在苏丹2019年革命后被任命为总理 军方要求他发布支持政变声明 遭到拒绝后目前下落不明 苏丹最高军事领袖透过电视台做出承诺 将在2023年7月按照原定行程举办大选 但在此之前权力和法制规定都由军方分配掌控 等于片面撕毁2019年签署的民主过渡协议 除了美国之外欧盟联合国也发布声明 要求苏丹军方立即释放总理和其他内阁官员 但根据联合国特使在当地的所见所闻 情势并不乐观 手机镜头不断晃动 人群拔腿狂奔 还能听见远处不断发出枪响 原来苏丹军方有备而来 诉诸暴力镇压抗疫民众 截至26号清晨为止 已有7人死亡 140人受伤 根据英国媒体BBC报道 有医护人员不愿在军方底下做事 选择罢工离职 导致医疗体系停摆 许多医院只有急诊 勉强运作 加上当地网路被切断 死伤情形恐怕短时间之内难以估计 2019年4月 苏丹武装部队发动政变 掌权30年的强人总统欧马巴西尔辞职下台 历经大规模军事镇压后 原以为文人政府能让苏丹步上正轨 但社会动荡依旧没有好转 根据统计苏丹通膨率 在2021年飙升百分之四百 首都卡图木的犯罪率也跟着提高 绑架谋杀和抢案不断发生 商家每天晚上六点半就得打烊 店内也不敢只留一位店员 月初苏丹港爆发抗争 导致港口瘫痪三个星期 让当地原油和小麦起涨 面包店有入大量抢购人潮 在厨房忙进忙出 六年前来到美国谋生的苏丹人 沙德尼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餐厅打工 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都还在卡图木 从政变发生后就失去联系 在政变爆发之前 苏丹民间因为民生压力 频频发生抗争 加速文人政府和军方之间的嫌弃 成为这回政变的导火线 不过分析认为 全然由军方接管 恐怕将转化为军民冲突 苏丹人民渴望的自由民主 在血腥革命两年半后 恶梦重演 在军方再度插手夺权后 苏丹的民主之路 越走越偏离正轨 TVBS新闻继续报道